成龙对于环保工艺事业一向是十分重视并以身作则 在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五次会议 举行各级别分组讨论会时 成龙大哥向大家汇报了自己这些年在环保事业上做的工作 其中有成龙自己投资的环保争议项目 包括了签名水平以及空气清新机等等 在谈到自己从事环保工艺事业的经历时 成龙大哥表示 我参加过很多活动 献过无数的没有被处理的矿泉水平 有时参加一些会议 看到很多水平只喝了一口就被扔掉 我还心痛 所以自己投资的项目 设计水平盖能够写下人名 现在这项目已经来了专利